这个男孩每次出门都要绑上一根麻绳 虽然他天生是个瞎子 却每天都要去树林打练 母亲带着他熟悉森林里的陷阱 并且还要求他把一半的猎物 献祭给远处的森林里 虽然母亲没有解释原因 但小帅认为森林里一定有着可怕的东西 很快他也证实了这个猜想 因为他摆放陷阱时 在地下摸到了一个铁链 而铁链的另一方好像拴着什么怪物 可母亲见词后 却害怕的赶紧把小帅带回家 当天晚上 母亲诡异的在小帅耳边说了很多话 然后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直到二十年后 小帅凭借母亲教给他的生存法则 捕猎为生 并且还把抓到的一半猎物 扔到森林的边缘 可小帅一连几日都没有捕捉到猎物 而他也没再往森林里投喂过东西 本以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没想到诡异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这天小帅吃饭时 突然听到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可怕的嘶吼声 于是他赶紧走到森林边缘查看 他还以为是幻觉 转身就离开了这里 可当天晚上 小帅就再次听到什么动静 随后他赶紧套上麻绳出去查看 然而这一次 他却无意摸到了自己家的山羊 而他身上也全是血迹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山羊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拖进了森林身处 天刚一亮 小帅就不断擦洗自己的手掌 唯一陪伴着他的山羊 死了让他十分伤心 但山羊的死 也更让他确信了 森林中有一张可怕的东西